前院的樱桃树在木秀的精心照顾下,今年枝繁叶茂,花朵也开了不少,看来今年也会结不少的樱桃,五花果也长得有一人高了,按照这种掌势,到了后年应该也会结果了。 你好,我和陈大爷去他那里一趟。 木秀拎起一小袋黄豆,给周水莲交代了一下,就和陈坚强一起去了后院。 陈坚强推开门,陈大娘正在屋里整理丧业。 如今丧业财长出来,陈大娘就在附近采摘之后收集起来,过些日子天气再暖和点了,就可以养残了。 老婆子,木秀找你。 陈坚强说道,陈大娘,我想跟你学做豆腐。 木秀笑着对陈大娘说道,这简单,只是需要石墨,黄豆,还有两个框。 陈大娘简单描述了一下木框的形状,木秀一听就明白过来了,他将黄豆放到地上说道, 陈大娘,这是黄豆,木框我爹会做,等做好之后,我再连通石墨一起拉过来。 只要工具齐全,做起来很快。 陈大娘说道,好,那我就先回去了。 木秀说完就离开了。 回到家中,木秀先进屋,在纸上画了个长方体。 只不过这个长方形只有四面,上面下面全是空的。 画好之后,来到木水身边说道, 爹,我要这种模样的木框,一面是空的,一面做出一个木盖子,要做两个。 木水接过来一看就知道怎么做了。 好,这个简单得很,我今天晚上就能做好。 前段时间,木水按照木秀的要求,用弄了一个石墨回来。 尺寸不是很大的那种,但是因为是石头做的,非常沉, 明天还需要两个人抬到牛车上,才能送到陈大娘那里去。 本来,在木秀家也能做豆腐和豆浆,只是家里的家禽太多,空气中总是会有零碎的羽毛,豆浆和豆腐又都是洁白的, 有一点杂质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 木秀觉得,还是以后就在陈大娘那里做豆腐和豆浆吧。 木水吃过晚饭,就坐到走廊上,拿出工具,开始做木框。 木秀早晨起来,他要求的木框已经做好了,别洗干净了,放在廊下干透了。 陈旭辉和木水这会儿都不在家,昨天荒帝才浇过水,也除草了,不用过去,应该是去责任田里浇水去了。 周水莲已经做好了饭。 木秀汗颜,每次家里除了那三个小朋友,就是他起床最晚了。 大概八点多的时候,木水和陈旭辉才回来。 大家吃完饭后,木秀对木水说道, 爹,你和陈大哥把这石磨一起拉到陈大爷的家中吧,用牛车拉,今天我跟陈大娘做豆腐。 木水和陈旭辉点了点头,直接去牵牛车搬石磨了。 木秀把两个筐也放了进去,推到了后面陈大爷屋外的那个石桌上。 陈大娘,我来了。 木秀冲着屋里喊了声,枝牙一声,门开了,陈大娘和陈大爷走了出来。 老头子,把昨晚泡黄豆搬出来吧。 陈大娘交代了一声,就走了过来。 我寻思着石磨和木箱,东家平日里做事就快,今天应该就能做好,我就提前将黄豆泡上了。 就算没做好,这黄豆也可以发成黄豆芽,不会浪费。 陈大娘边走边说道, 大娘,你还会做黄豆芽呀,下次发点。 行,我这两天做好,就让老头子给东家送过来。 陈大娘看了看石磨,又拿起木框看了看,惊喜地说道, 就是这样的木框,做得真好。 陈大爷抱着一盆子的黄豆走了进来, 木秀这边拎起水瓢,将材拉过来的石磨洗得干干净净, 将绳子拴到了牛的身上。 那我们先走了,小麦今天还要追肥。 木水带着陈迅辉和陈坚强一起下地干活了。 陈大娘拿来干净木盆,将纱布盖在木盆上, 放在石磨下面用来接生豆浆。 泡好的黄豆,木秀又清洗了好几遍之后, 又拎了一桶清水,一桶放在石磨旁边。 木秀给牛的眼睛蒙上了一块布,开始驱赶它走动。 陈大娘咬黄豆放在石磨的口子里, 并往里面咬清水,石磨转动了起来。 黄豆浸泡了一夜,已经吸水软化了很多。 用石磨一下子就磨碎了,混合着水变成了浆。 浆水越磨越多,从木盆里流出,滴落到放了纱布的木盆里。 等到纱布上的豆渣越来越多的时候, 木秀和陈大娘两个人就把各自拿起纱布一边, 拉着之后再左右扭转,将豆渣里的浆水挤干净之后, 再将豆渣放到旁边干净的盆里, 不让豆渣碰到下面的浆水。 不一会儿,木盆里就煎满了生豆浆。 木秀来的时候也带了一个大木盆, 这会儿两个人一起将盛满生豆浆的木盆放到一旁, 熟门熟路地将这个大木盆放在墨盘的下面, 盖上纱布,继续开始磨。 六斤的黄豆,没一会儿就全部磨好了, 整整进了两个木盆和一盆子的豆栈。 木秀和陈大娘一起端起盆子, 将浆水抬进厨房里倒进了锅里。 木秀生火,等到豆浆煮到沸腾之后灭了火, 陈大娘往里面加了点醋, 豆浆很快就成了豆花, 豆花的味道非常香甜。 木框放到桌子上, 将干净的稻草垫在下面, 再在框里面布上一块干净的布, 将豆腐花倒到框里, 再用布把豆花严严实实地包裹上, 再盖上木框的木盖子, 然后用一块石头压在上面, 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把豆花里多余的水分压榨出来, 变成豆腐。 等两个木框里都压上豆腐, 木秀清洗干净石墨之后, 半个小时豆腐就成型了, 做好了。 陈大娘, 豆腐这就做好了? 木秀觉得也太容易了。 是啊, 做豆腐本来就很容易。 下次做豆腐剩下的卤水保存好, 以后做豆腐用这个卤水做出来味道更好, 这豆腐渣还能做饼吃呢。 陈大娘好久没有做过了, 没想到再次做一点都不熟生。 大娘, 豆腐渣你就留着做饼吧, 我这回把豆腐拿回去做了, 中午去我家吃饭。 木秀将豆腐放在木盆里, 见着牛车走了。 和声